2023年苏迪曼杯即将开赛 我国20位参赛选手包括了羽毛球衣哥李子佳 今天出发到中国苏州准备参赛 而第一次受委为大马队长的混双选手陈建明誓言 会努力团结球队上下 希望在本届苏杯赛事中争取最佳表现 2023年苏迪曼杯世界与球混合团体赛 将在5月14号正式开战 我国与球选手们今天出发到中国苏州 为赛事做好准备 本届苏迪曼杯我国共派出20位选手参赛 其中就包括男单一哥李子佳 混双选手陈建明首次受委认为大马队长 也是队中最资深球员的他 承诺扮演好队长的角色 让球队团结一致 以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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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카天真正的想象 我国在这次苏杯和强敌印度 中华台北以及澳洲同列西组 双打教练总监雷希认为 虽然对手强大 但选手们不应该感到害怕 当然也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全力以赴应对比赛 余总高效能总监琼斯认为 选手和战术的实配度至关重要 教练必须根据现场情况衡量 选用队的战术才能帮助选手赢的比赛 我们感觉我们有很多技术在各角立场 那么我们需要选择人之后会有很多人 在我们之后会是之前的奖剧 我们的友台所拥有什么事 我们不愿意买我们的战场 让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觉得人们尊贪我们的奖剖 尤其是什么我们可以产作 如果我们的双加喜欢取得我们的配合 或是可以混合 我们可以拥有与比赛 我们筹能比赛一秒之后 我国在上一届苏迪曼杯成功打入四强 却输给日本无缘决赛 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羽球队 在昨天的柬埔寨冬运会女团八强赛中 3比0输给菲律宾 羽球学院首席执行员蔡汉金 为球员的表现向全国球迷公开道歉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s not acceptable I think with all due our due respect to the Philippines and like I said we acknowledge that our players are young but still whoever that we sent to wear the Malaysian jersey 他们足够好 他们应该在那一层 蔡汉津表示 自己会对失败负起全责 并反省 未来是否还能帮助选手增值 否则的话应该想想 是否应该迎接新面孔 八度空间时期记者 于楚恩 吉隆坡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